来者可是诸葛孔明 正是 久闻公至大明 今日有幸相会 公济至天命 识时务 为何要兴无名之事 犯我将见 我奉诏讨贼 何谓之无名 哈哈哈哈 天术有变 神器更异 而归有德之人 此乃自然之理 糙贼篡汉 霸占中原 何称有德之人 嗯 自环帝灵帝以来 黄金唱绝 天下纷争 涉及雷暖之威 生灵有道玄之喜 我太祖五皇帝 早清六合 席卷八荒 万幸请亲四方养得 此非以权势取之 实乃天命所归也 我师祖文皇帝 神闻圣母 既成大统 应天何人 法谣善顺 楚中国 以知万望 这 岂非天心人意乎 金公 允大财 宝大器 自非管仲悦异 何乃强要逆天理 被人情而行事 岂不闻古人云 顺天者唱 逆天者亡 金我大魏 代价百万 两将千元 两儿等枯草之荧光 如何比得上 天空之浩月 依若 岛歌卸甲 以礼来想 仍不失封侯之位 博安民乐 岂不美哉 我原以为 你身为汉朝老臣 来到阵前 面对两军将士 必有高问 没想到 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 我有一言 请诸位敬听 昔日 环帝灵地之时 汉孔衰落 宦官鸟祸 国乱碎兄弟 四方饶了 黄金之后 董卓 李卸 郭四等 接踵而起 劫石汉帝 残暴成灵 因之 庙堂之上 稀有目为官 殿壁之间 禽兽石鹿 以至狼心 狗行之辈 熊熊当朝 奴言逼心之土 纷纷秉正 以至是社稷 变为秋须 苍生 饱受涂炭之苦 至此国难之际 王司徒 又有何作为 王司徒之身平 我素有所致 你誓居东海之兵 初居孝莲入室 离当匡君普国 安瀚兴流 何须反驻逆贼 同谋篡位 罪恶深重 天地不容 你 诸葛村父 你敢 诸侯 不吃老贼 岂不是天下之人 皆愿生蛋泥肉 俺敢在此饶舌 今姓天意不缺严寒 昭烈皇帝于西川 继承大统 我今奉四军之旨 兴始老贼 以继为铲鱼之臣 只可浅身所守 苟足一时 怎敢在我军面前望成天术 好手匹夫苍然老贼 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 居时 有何妙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我 我 我 二臣贼子 你网活七十有六 一身胃力寸弓只会摇唇骨折 铸草为虐 一条断脊之前 我 还敢在我军阵前阴阴狂吠 你 我 从未见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人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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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